近些天 有关国产电动三轮车 在海外爆火的视频引发多方关注 据了解 在社交媒体热评的中国产电动三轮车 来自江苏省无锡市西山区一家企业 今年元旦以来 当地不少电动车生产企业的外贸订单持续增长 每一辆车必须有这个简直 所以合格产品 记者在江苏国威摩托车有限公司的 代发货品仓库看到 负责电动三轮车事业部的秦晓明 正在和办公室相关人员查验产品部件 确保货品质量 我身后的所有的成品库里的车子 有国内的 有出口的 都是我们准备代发的 三轮车整车下线以后 我们由总检来把关 总检剪完了以后 它贴一个剪字的 说明这款车已经合格了 可以放到成品库去代发了 为了应对今年春节期间的订单 不少厂家也是制定了相关工作方案 现在我们公司总共有五条流税线吧 订单的话 最近包括出口的订单比较多 加班加点吧 快过年了嘛 然后因为外面的订单增加 然后我们这边的量也大了 每条线的话是五十个人左右 我们公司推出了修山的跟霍山的产品 像这种就是T3 像这一款就是说双排的 在针对东南亚的老年人 跟欧洲的老年人的市场 霍山主要是针对欧洲跟东南亚 用户摘货的方便 从事电动车产业的专业人员表示 他们会视线调研道路概况 和当地人的使用习惯 让三崩子更适合当地用户驾驶 2023年下半年 我们公司整合三轮车资源 专门施力了电动三轮车 修山和霍山的外贸生产线 同时公司正在申请 三款电动三轮车 欧洲EC认证 积极开拓欧洲市场 我们这个订单量翻了好几倍 对吧 应该讲市场反应还是比较良好的 他们把我们这个国为电动三轮车 定位一个小皮卡非常适合 休闲购物啊 短途的这种交通工具啊 看到电三轮备受美国人青睐 尼小峰考虑年后前往国外市场调研 电动三轮车呢 它趋向于更大的动力 更大的续航 更大的载货能力等方面延伸 可能年后我们要过去一趟 跟相关人员也进行了电话沟通 我们还是要进一步研究一下 来制定我们的海外推广计划 我们是根据消费者的不同的需求 来去打造 去匹配对应的设计 实现了柔性的定制化 相较于去年是良好的一个势头 那么我们现在的巡盘量 是比去年要增加20%到30% 从设计上 为了精准满足不同需求 电动三轮车的车型分为运货 带人两种 如今电动三轮车 从原本满足运货 升级成为家庭户外休闲娱乐用具 包括零部件在内 江苏企业有超过500家 全年的产销量 逛两轮车 那么就是要超过2000万辆以上 那么电动三轮车 产销量占到全国的50%以上 对终端消费者来说 这个产品又环保又经济实用 这个也是它的生成发展的一个 主要的一个方面 我对这个产业充满希望 陆金龙说 未来电动车产业要借助数字化 网络化智能化手段 提升企业管理的效率 提高产品创新能力和质量 更好的走出去